天天读圣经 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 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 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 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 第一章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遇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泥巴嫩 直到又发拉底大河 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于是 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 赐你们为业之地 约书亚对流遍人 加德人和马来西半支派的人说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们的话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得享平安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 孩子和牲畜 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 摩西所给你们的地 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 都要带着兵器 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 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 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神 所赐他们为业之地 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 承受为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所吩咐我们行的 我们都必行 你所差遣我们去的 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 怎样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 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 就必致死他 你只要刚强壮胆 约书亚记第二章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 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 吩咐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于是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 名叫拉荷的家里 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 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荷说 那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二人隐藏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去追赶 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洁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 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 二人还没有躺卧 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 亚摩利王西红和鄂 将他们尽情毁灭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 以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 姐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二人对他说 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命 于是女人用绳子 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 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他也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 你们前往山上去 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二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行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线绳 系在罪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中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 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 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女人说 照你们的话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又把珠红线神系在窗户上 二人到山上 在那里住了三天 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 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 却找不着 二人就下山回来 过了河 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 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又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 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 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纪 约书亚纪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重点 我们一定要抓住 那就是第一个 征战得胜的秘诀 在于懂得怎么去回应神的心意 怎么去跟随圣灵的引导 一直去遵循神的托付 神怎么对摩西说 摩西就怎么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就怎么对百姓说 摩西对约书亚交代了四件事情 他交代说 第一你要告诉那两个半支派 你们一定要去征战 十二个支派 打起来加上立位支派 要一起去征战 所以你看约书亚纪一到第五章 约书亚就做这件事情 让两个半支派 一定要跟其余的支派 一起过河 一起去征战 一起去赢得迦南美帝 摩西交代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你们同心合一的征战 不要惧怕那些仇敌 不要逃避迦南地 从北到南所有的仇敌 你们都要击败他们 果然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 约书亚就这么做 他就去做征战的事情 所以耶利哥城 爱城 北方的王 南方的王 最后到十二章 记载了三十一个王 全部都被击败了 这就是因为约书亚 一直去遵照摩西所说的事 第三件摩西所交代来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分禅业 分禅业 而且不要忘了设立陶城 还有立位人不要忘了 一定要照顾他们 约书亚也是这样 分禅业之后 就设立陶城 就纪念立位人 也给他们禅业 第四件事情 摩西很看重 百姓有没有一直去遵守 造诵读神的律法 所以才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 约书亚就交代 你们一定要听从 神的话 而且一定要侍奉耶和华 所以征战得胜的秘诀 的第一点就是 你读约书亚 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就是神怎么吩咐 我们就怎么做 所以不是说 一个新的时代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是我知道神要怎么做 神怎么托付摩西 摩西怎么托付我 我就怎么去做 这是我们征战得胜的 秘诀的第一点 你一定要知道 不在乎方法 不在乎策略 而是我们知不知道 神的心意 读约书亚记者第二点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要征战 因为征战 是要叫我们 可以进入到 安息之地 加拿美地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去看见 怎么去进到 这个安息的居所 为什么要征战 基督徒 为什么要征战 第一 神要把我们 带进到荣耀里 因为西伯来书 第二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到荣耀里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征战 第二 为什么我们要征战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 神所良给我们的 安息之地 所以征战 是为了要进到安息 所以你看 西伯来书第十章 征战的目的 是要进入到 神与人 合一的安息的当中 第三 为什么要征战 因为神要借着征战 设立神的百姓 设立神所治理的国度 这个国度 要成为一个 祭司的国度 而这个祭司的国度 是一个君王的国度 是一个心腹的国度 而这个国度就彰显了 神的心意 而这个国度要 治理全地 神的心意 在全地就可以施行 所以基督徒 你们不能逃避 征战的 我们一定要征战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 神所良给我们的荣耀 我们要征战 因为唯有 神和人 借着征战 我们进入到 真实的安息 就是合一的里面 这是神 创世以前 极生的心意 也是创造人的心意 第三 为什么要征战 因为征战是要使神的治理 神的国度 神的治理 神的民 在全地 都能够完全的被实现 所以基督徒要起来征战 不是为着我的疾病 为着我的软弱而已 我还要为着神的民 为着神的国 为着神的心意 祂的旨意 在全地能够彰显 所以这是我们读 约书亚记看到 征战的必要 第三 为什么要征战 因为约书亚记有说到 律法术不可离开 我们的口中要奏业思想 好使我们 谨守遵行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就使我们的道路 可以什么 横通 凡事顺利 所以为什么要征战 因为神要叫我们 活在一个在地 如在天的生活 祂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力量 祂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 借着约书亚记的 每一场战役 教导我们 怎么照着神的话语 起行 我们就可以活在 顺利 得胜和荣耀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和第二章 首先先来认识约书亚这个人 约书亚的名字 应该叫做和西亚 在《明书记》十三章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和西亚 但是摩西改名叫约书亚 就是耶华拯救的意思 所以希伯来文叫约书亚 希腊文就叫做耶稣 所以摩西是把百姓 带到约旦和东 但是是约书亚要把百姓 带进到迦南美帝 所以摩西是预表律法 借由他而传 但进入到恩典里面 必须是耶稣 所以是约书亚要带进到 迦南美帝的里面 而约书亚有几个特质 我们会透过一二章 去看见他里面的特质 我们也祷告说 主把约书亚的特质也给我 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个 是心中有圣灵的人 该有的一个生活 什么叫做是你所拣选的人 应当怎么把我们的家人 把我们的家庭 甚至是我所爱的人 在乎的人 怎么带进到 基督的救恩的里面 他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 第三 我们怎么借由征战 一直去赢得产业 神所良给我们的产业 这就是约书亚的生命 所以借着约书亚记 我们一步一步走 神啊 把约书亚这个 心中有圣灵的生命给我 怎么一直去回应你的拣选 这样一个态度给我 怎么去谨守遵行 刚强壮胆 享受你的同在的生命 这个给我 怎么去赢得产业 这样一个热情 这样一个积极 并且是 在所有人都在软弱跌倒的时候 约书亚仍然说 主为着你的名 我定义要来侍奉你 我和我的家定义都要来侍奉你 所以把这样一个生命也给我们 好 让我们来进入到约书亚记 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到 神所良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 神对约书亚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地方去 这是神像约书亚所说的第一句话 所以就是把约书亚从整个环境的当中 一直引向基督的身上 人会过去 领袖会更换 但是每一个接棒的领袖 你一定要知道 神在他百姓当中的托付是什么 为什么约书亚被拣选 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 因为神怎么吩咐摩西 摩西怎么吩咐他 他就怎么照着去做 这就是约书亚的心 所以神对约书亚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你也要去做我的仆人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一地哀哭三十日 但是神的计划要持续的往前 所以当摩西为着摩西沮举上哀哭日子 满了三十日之后 神一刻都没担言 三十日一满 立刻就命令 现在可以起来 所以教会能不能继续往前 教会能不能行动 那就是在乎于神的时间表 你一定要跟上神的时间表 而且你透过接下来这张照片 你可以去看到 神所良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帝 南起埃及小河 你看到最下方有个埃及小河 你再看到北方有个哈马口 有没有找到哈马口 是大海东到约旦河 所以今天神所良给我们的迦南美帝 神的百姓的迦南美帝 应该是包含现今的以色列 黎巴嫩 叙利亚 巴勒斯坦 这几个地方 所以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会感觉到 哇 现在末世的战争越来越多 冲突越来越多 其实都是在预表到末后的时候 神的儿女 我们要起来与仇敌争战 这个不是人与人的争战 这个是仇敌在背后兴风作 所以当神的儿女 去起来不断去争战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 我们是为美帝而争战 所以你会讲说 哇 那在现在的战争里面 不合乎战争法 这个很残忍啊 我们不要怀疑神的心 为什么神要说这件事 因为周围的罪恶 满盈到一种地步 神是慈爱的神 但神也是公义的神 神的再来是要将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施行权地 没有任何一件事 能够拦阻神的公义 神的治理 跟神的掌权 所以在幕后的征战当中 我们神的选民要搞清楚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立场 都是为着神的心意 在末世当中可以掌权 六到九节 神除了交代约书亚 要照着摩西所说的 你们要起来前行 神就安慰约书亚 两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 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第二 你要谨守遵行 我扑人摩西所吩咐 你的一切律法 而且不可偏离左右 两件事情是 神对约书亚的吩咐 对于一个刚接棒的人 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 刚强壮胆 谨守遵行 凭着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们怎么带领 这两百多万的男丁 我们怎么带领这将近两百多万的人 男丁 妇女 孩童 牲畜 还要过约旦河 怎么过去 两件事 刚强壮胆 谨守遵行 不是靠着自己 而是你一直要去看见 神与我们同在 基督徒 你一定要今天不断的祷告 就说神啊 叫我去看明白你的同在 并且恢复我的属灵的五官 让我知道你的同在 为什么我可以刚强壮胆 是因为我知道 你要成就你的应许 为什么我可以刚强壮胆 因为这场战争是主 你带着我们去战争 为什么我们刚强壮胆 是因为你的律法在引导我们前行 为什么我们可以刚强壮胆 是因为主啊 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啊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啊 摩西怎么吩咐约书亚 摩西在带领整个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神说我应许要与你同在 神命令约书亚 要带领百姓进加南的时候 神也说我必与你同在 主耶稣差遣门徒执行大使命的时候 也是应许说 我要藏与你们同在 所以亲爱的家人 不论过去 现在或是将来 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为什么能够刚强壮胆 我们去面对末世的挑战 面对末世的一个战争 怎么去分辨谁对谁说很难 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你怎么去应付你今天 要去承受的一些的压力 面对承受的一些的难题 你要迫切地祷告说 神啊给我你的同在 记住哦 约书亚不是因为 他的顺服而得胜 约书亚不是因为他的热心 所以他可以承接这个位置 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得胜 是因为他相信 并且他抓住 并且他紧紧地跟随神的同在 你不断地要祷告 在我人生当中 我有很多的抉择 在我人生当中 我有很多的一些的挑战 我要去面对 主我唯一能够抓住的 就是主帮助我 你的同在 主主你一定要帮助我 我要深深地知道 你的同在 所以求主恢复我的五官啊 恢复我的属灵的五官啊 我能够看见 我能够感听见 我能够感受到 我能够说出来 我能够去闻到 甚至我能够闻到 神同在的心香之气 主你的同在 不单只是我的一个 理性上的宣告 你的同在也必须是一个 我真实的感受 所以我谨守遵行你的律法 在这个律法当中 我们刚结束四福音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爱慕神的话语 我们遵行他的律法 我们不断地去爱慕他 渴慕他 不单是阿爸父爱我们 耶稣爱我们 而且他们还要来向我们显现 这就是神的同在 唯有神的同在 才可以兼顾我们 他的话语 才不会只是字句 而是成为那个精益 成为力量 成为帮助 亲爱的家人 在今天读《约书亚记》 你要迫切地祷告说 神啊 给我你的同在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十节到第十一节 你看到约书亚的个性是什么 于是约书亚就吩咐 百姓的官长说 三日之内 神说三日之后 你们要赶快预备一些食物 我们因为要增长 我们要过去 那他对百姓说 三日之后 你看由此可见 约书亚是一个立即行动的人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就知道为什么约书亚被拣选 约书亚为什么一直被神所使用 神在找器皿 神在找一个器皿 就是神一说 他就马上去做的人 约书亚没有先去什么 他建立关系啦 考量考量啊 大家再给一些大家时间啊 摩西岗走啊 约旦河现在正在泛滥的时候啊 那春天的时候 这现在过去太难 约书亚为什么被神所使用 就是神怎么说 他就怎么住 神怎么治理他的国度 神怎么引领他的百姓 就是在找一个 完全相信神引导 回转向小孩子 单纯的相信 也单纯的顺服的人 人只要一进入到 人理性的思考里面 你只要进入到 你理性的判断的里面 我就告诉你 神的很多的行动 你跟不上 你一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怎么可能 可能吗 是神说话 还是我说话 是吗 是这样吗 你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 你就分不出来 你就一直去消灭 里面的感动 这不合乎逻辑 这不合乎理性 这太难了 不开可能 埃及的时候 是在逾越节的夜晚 为什么不隔天出发 一定要当晚出发 为什么要进入到 加南美地 要过约旦河 不等河流枯干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反而再等夏天的时候 河水最泛滥的时候 要过约旦河 为什么好不容易 在约书亚纪 我们征战得胜 我们得到了马 我们有了马车 我们有了铁器 能吩咐约书亚 统统把它烧掉 杀死 我们就单纯的 还是拿着我们的木棍 去征战 为什么 因为神就一直要叫我们 放下我们人性的逻辑 放下我们 自以为是的思考 自以为是的判断 神要一群百姓 只相信祂的话 你会觉得 这会不会很愚衷啊 这会不会很愚昧啊 这会不会很笨啊 亲爱的家人 倚靠知识善恶术的人 才叫愚昧 真正是相信神 走在生命术道路的人 才叫真智慧 所以约书亚 是立即性的行动 今天要祷告说 主给我一个 立即性行动的心给我 你再看12节到第15节 约书亚的说话是什么 立刻对流变 加德 还有马来西半自派的人 他除了对官长说话 他立刻把这两个半自派 召聚 你看他的说话的 第一句话说什么 13节 你们要追念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 说你们要追念 这样的家人 新的领袖上来 现在是我当家 现在是我决定 现在是我党权 现在是我负责 但是约书亚 他说什么 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 看到没有 约书亚把他自己一直活在遮盖下 他把他自己一直活在这个遮盖的里面 我是神所拣选的领袖 摩西死了 约书亚没有对神说 再给我一个新的策略 再给我新的吩咐 再给我一个新的引导 约书亚说什么 你们要追念神仆人摩西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领袖 今天每一个接棒的领袖 不都是有自己的决定的方式吗 不都是有自己的一种的考量吗 不都是有自己做事的习惯吗 我们哪一个领袖 你想被神使用 哪一个领袖 如果你想要活在神的大能力 哪一个领袖 你要活在这种 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 平安 神的能力 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 就一件事情 你就是一直去 去追念 过去神怎么使用我的领袖 我就怎么照着这个方式 一直活在神的拣选 跟神的命定 跟神做事的法则的里面 这个才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军队 挪去我们里面 那个自以为是的聪明 把听从顺服 放下自己的倾向 放下自以为是的智慧 放下你过往得胜的经验 放下你一种那种旧时代 现在是新时代的一种的方式 你都放下 你只要一直去想说 把我们所代理的人 一直带向神过去 在这个教会的托付 神治理的方式 你就会蒙福 你就会平安 你就会得胜 所以这样的家人 不要一直去求新的 新的新的 你一定要去问说 主你在这个教会的 新意是什么 哪怕是旧的 哪怕是个古道 哪怕是个古井 我也要紧紧的跟随 因为神的话语 从来不受时代时间的转换 而有所改变 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两个半字派一起征战 这是摩西的教导 所以你看当约书来一句讲的时候 你看16节到18节 权柄就出来了 能力就出来了 两个半字派就会能够来支持 摩西都走了 我们干嘛要一起打 所以当我们一起去支持的时候 他们就踏上合一的一个脚步 我们进入到第二章 一节 那的儿子就 拆派人做探子 去窥探耶利哥 只有两个 没有打发很多人 就打了两个 就打发两个 但是你看这两个人一去 去哪里 去妓女喇合的家 你会想说 这个探子哪里先不去 竟然先去寻花问柳 竟然先去当兵那么久了 现在来好好解放一下 不要误会了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就看到 耶利哥城是一个两个城墙的城 里面住着就是 耶利哥城墙的人 而外面呢 你们看到那一圈 外面呢就是 他们过去征战 得胜所拉回来的俘虏 这些女人呢 就来做妓女 所以当有外邦来打的时候 第一个先打的 就是这些我们打的俘虏 最后他在打进来的时候 才有可能打到 我们里面城里的人 所以不要说 耶稣的先祖啊 打合作妓女 都还可以得胜 所以我们现在 姐妹犯罪没有关系 不是这个意思 打合作妓女 不是他自愿性的 他可能是一个 别的族裔的人 他被耶利哥城 捕获了 然后来当妓女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这些探子 先去妓女喇合的家 那就是说 因为他要去刺探 耶利哥城的景况 找这群俘虏 找这些非自愿的人 最能够知道这些的情报 但是消息还是会走漏 因为这些人 还是有人忠于耶利哥 但是有人还是不喜欢 所以就有人还是打发人 去到了耶利哥王那边 所以耶利哥王就 拆派人来找他们 你看看 打合他就说什么 打合在这段话语里面 好像是说谎 那我们就会问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 亲爱的家人 在这段经文 你不要搞错了 我们要搞清楚 当时喇合还没信主 喇合是借着说谎 来表明他的信心 因为他说出了 关键的几句话 他说出的关键几句话 就是说 我知道耶和华 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你看第九节 你再看第十一节 我知道耶和华 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所以求你们恩待我 也恩待我的父家 亲爱的家人 他是用说谎这个行动 来表明他的信心 我相信我们的整个耶利哥城 一定会被神所掌管 你们会得胜的 亲爱的家人 这跟我们一样 我们还是按照本相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 一大堆的软弱 我们生命当中 一大堆的缺点 我说谎 我贪婪 我可能在淫乱的当中 我可能充满的败坏 但是我口里承认 任耶稣基督为主 我心里信神 教他从此里复活 我就得救了 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 神就会开始帮助他 在恩典和知识上 慢慢慢慢长进 使他越来越加的成熟 圣洁 不再靠着肉体 而是靠着圣灵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基督徒可以说谎 因为喇合也说谎 这是两回事 基督徒不能说谎 但喇合是一个 未信主之人 他借着说谎的行动 表明了他的信心 他要信主 他虽然说谎 但神接纳他 是接纳他的信心 不是接纳他的说谎 所以因为这个人不完全 这个人有软弱 这个人有败坏 但他要相信神 他要进入到神的治理里 他要得着这个救恩 所以神悦纳了他的信心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误会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见证 有人不以为然 有人觉得很巧合 所以你要知道 两个探子哪里都不去 去了喇合的家 关键就是因为 喇合其实他已经 回应了神的救恩 回应了神的心意 所以这个罪人一回转的时候 这个罪人就得救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到底是在拣选人 还是这个人一回应神 神其实就回应了他的拣选 都是在乎于 不是巧合 都在乎神的拣选 所以喇合是被神拣选 我们也是被神拣选 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 神要一步一步的治理我们 所以到第十四节 到第十七节 他就说 请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恩典 给我的附加一个恩典 所以两个探子就说 把这个红绳子系在你的窗户 系在这城墙的边上 所以到时候我们来攻打的时候 这块城墙我们就不会攻打 就有点像月节一样 灭命的天使会越过血的记号 这个红色的布就是预表一个救赎的记号 所以打的时候就不透过那边 所以你要想耶利哥人倒他的时候 很有可能那一块是没有倒的 这就是神的一个保守 神的一个心意 这两个探子其中一个 以后就娶了喇合了 就成了耶稣的先祖 所以喇合也成了波阿斯的母亲 所以你看见 神一步一步的再带一个信息 就是谁回应神 神就照他的救恩来赐给他 所以喇合的说谎 不是说基督徒可以说谎 而是喇合的一个行动 表明了向神的信心 而这两个探子的回应也非常重要 在第二个诗节 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 那第一切的居民在我们的面前 心都消化了 哇三十八年前 这个探子派出去 每个人说出来的都是说出恶言 以至于三十八年漂流在旷野 进不到加拿美地 但如今这两个探子说出了什么 信心的话 所以亲爱的家人 人的心如果对 他所做的事情带来的结局就不一样 人的心如果不对 他看的他所说的他的侍奉都会不对 我们今天只要站在对的位分的上面 凭着信心一直去向神回应 哪怕是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挑战 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全然的得胜 所以我们透过约书雅基 不管是一到二章 未来我们所读的每一章 都一直在这个 人做事的法则的原则的里面 在带领着我们的往前 就是你的信心如何 你怎么回应神 神就照着我们的信心 一步一步一步 带领着我们得胜 得胜 带领着 带领着